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0月28号星期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束了对中国的三天访问 结束之后中国的官方媒体都大幅报道渲染访问的成果 说是中日双方取得一系列的成果五大领域 其中在经贸上有52项经贸合作项目签订了协议 另外有2000亿的签订了一个2000亿相当于300多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等等安倍访问中国也懈怠了隋同隋同隋同带来了500人的企业家代表团 显示加强双边经贸的这么一个意象 另外中方的报纸在报道其他成果的时候强调 说双方达成了两个共识 一个叫互为合作伙伴 另一个叫做互不构成威胁 事实上这次日本首相安倍经常访问中国 在出访前夕他就提出了三项主张 三项主张是第一项叫做从竞争到合作 第二项互不构成威胁 第三项发展公正自由的贸易体系 那么现在看来中共只答应了安倍主张的前两条 安倍主张的前两条就是化金正为合作 所以中共把他语言改成互为合作伙伴 那么第二条安倍提出的主张 中共一字不变 叫做互不构成威胁 但是中共并没有接受安倍的第三项主张 就是创建发展公正自由的贸易体系 所以这跟中共官方媒体的其他说法不一致 因为中共官方宣称 要跟日本联手去维护世界自由贸易 似乎暗示要对付美国 说美国好像在搞单边主义 打变了多边贸易 因此挖日美同盟的墙角 是要跟日本去共同维护自由贸易 这只是报纸上的说说而已 但是真正当日本提出要打造公正自由的贸易体系的时候 中共没有接招 因为中共只他这样干不起 他做不出来 因为当日本提出这个主张 安倍提出这个主张的时候 跟美国的主张是一样的 就是要公平公正对等平等的贸易 从关税到非关税壁垒 到其他的政策 比如说补贴政策或者非补贴政策 还有不得胁迫转弱技术 不得盗版支出产权等等 中共都做不到 昨天我也说过 中共试图说这个有加入TPP 日本所领导的TPP 这个一个一个泛太平洋火关关协定的机会 其实他几条都达不到 劳工标准 环境保护的标准 透明的标准 尤其达不到是公布官员财产 中共是一直不愿意公布官员财产 所以说中共在安倍的三项主张中 只接了前两条 没有谈第三条 这证明在自由贸易上 在自由贸易这个领域 中共打算继续跟文明世界对着干 坚持他那一套 就是要继续的盗版 继续的转让技术 强制转让技术 继续的要占其他国家的便宜 这个不能轻易松口 所以这就可以看出在整个国际贸易格局上 日本欧盟也好 韩国 加拿大 墨西哥 澳大利亚等广阔的 民主国家都是跟美国站在一起的 这个防线并没有松动 事实上除了这两点以外 安倍经常访问中国 其实在背后有一系列的尴尬 让北京让中共当局感到一系列尴尬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访问日期 本身最早中日双方商店的时候 中方提出希望安倍是10月23号到访北京 为什么选10月23号 说是中日友好条约 签订和生肖40周年 是10月23号 刚好是个纪念日 以显示中日关系的友好继续 但是后来日本方面提出 因为安倍在10月23号 要出席在东京举行的 明治维新150周年纪念仪式 以这个为由 把访问往后退了两天 推到了10月25号 事实上作为一国首老 他既可以在当天参加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活动 也可以当天启程前往他国访问 这个对日理万机非常繁忙的政府首老往往是这样 国家元首也好 政府首都都是这样 也就是说安倍政府要安排是安排得过来的 况且东京跟北京并不是那么远 就几小时的飞机 如果说白天出席明治天皇的仪式 晚上起飞都可以做到 但是显然日本是有意避开了4月23号这么一个日期 因为日本这样的避开 是有不想迎合中共的一个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 从一个双方对立的尖锐斗争的一个台势 走得好像有十分友好这么一个态势 所以日本避开了这点 日本的避开这个访问日期 事实上是准确的书写了中日关系的现状 那就是互存健新 不冷不热 这是两国关系的真实的温度 所以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对安倍访问结束之后 中日双方的媒体或者中日双方的领导人 在描述双方的关系的时候也描述的不一样 比如说安倍描述的是中日关系进入新阶段 就是进入另一个阶段 而李克强描述的是中日关系回归常轨 回归了就好像回归常轨 跟以前一样了 友好了回归常轨 所以中日双方的不同用法 也可以看出双方不同的期待 日本显得相对的冷静和理智 而中共显得是剃头刀子一头热 那么除了这个尴尬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对比 在日本的首相安倍晶山启称前往北京的时候 他发了一条推特 说今天的雨天机场晴空万里 指的是日本东京的一个机场 雨天机场 那么到了北京之后 日本大使馆 日本驻中国的大使馆 发布了两组相片 一组是东京机场的相片 雨天机场 一组是中国首都机场的相片 显示对比都很大 日本那边的相片是晴空万里 阳光灿烂 但中国这边的相片是雾矮茫茫 准确的说应该是雾霾浓重 事实上当天 10月25号的当天 北京的空气是中度污染 部分地区是中度污染 所以这两组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 所发布的两组图片的对照 可以显示到中日两国在经济发展的轨道上的不同 日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经济发展受到各方面的监督 媒体的司法独立的 各方面的监督 在野党的监督等等 企业和政府要受到民间的监督 因此在发展过程中 一直注重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 但中共因为是一党专政 是官商勾结 权钱交易 可以说是党和商都不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受监督 新闻 媒体 司法都属于一个党 在没有监督 不顾一切手段发展起来的 事我膨胀发展起来这么一个经济 结果是给中国的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 让中国的环保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实在这么一个巨大的代价上发展起来的所谓的经济 按照邓小平说的话就是先负起来再说 那就是其他都不管了 管不着了 所以导致了两国这么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这次安倍在访问中国之机 借这个机会来宣布 要终止对中国长达40年的ODE 就是日本政府的发展援助计划 中方也表示了理解 那么借这个机会宣布做这么一个宣誓 可以说就宣示了中日两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方面来说 过去日本援助中国是出于一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的援助 那么这个结束之后就宣示 第一 日本帮助中国实现了现代化 就是胡耀邦胡锦涛前总书记胡锦涛那句话 没有日本的ODA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那么再一个象征就是日本作为第三大经济体 没有再必要再向第二大经济体输血的必要 也就是说这个日本认为日中关系 事实上已经不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而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这也是种潜在的定义 其实就在这个安倍经常访问中国的时候 尽管中国的媒体霸肠和谐的调子 实际上发生了很不愉快的背景 那就是在南海上发生了日本美国的军舰跟中国军舰对峙的情况 就在10月25号这一天 日本的两艘军舰 一个叫加贺号 一个叫到齐号护卫舰 在南海巡航的时候 跟美国的军舰结洽 美国的军舰有一艘叫佩科斯号 是补计舰 他给日本的军舰提供补计 加油或者提供后勤补计 这个补计过程持续两小时 美日军舰互相补充的过程持续两小时 而中国的一个叫南州舰的军舰 就在附近五公里处全程的监视 发生了美日中三方的对峙 对峙这个就发生在安倍到达北京的当天 这个对峙被外界解读为在南海 美日双方跟中共的一个对峙 其实从去年开始 日本就加入美国的南海巡航 去年就派出日本派出准航母 他们的准航母就是直升机航母 就可以起降直升机的准航空母舰 出云号就开始加入南海巡航的行列 今年这个加贺号也是准航母 是准航母之一 所以准航母加贺号 待到期号继续执行南海巡航 那么刚好就在25号发生了对峙 这个对峙每日为一方 中共为另一方 这个对峙就显示 在地缘政治 在军事上 美日同谋不可动摇 尽管安倍访问中国 这样的美日同谋的关系 完全是跟中共对立起来的 所以中共的媒体上发表一些题目 可以说完全是 令人觉得是一厢情愿 比如说有个题目叫做 中国给安培五项成果 然后企图稳住安倍 不要让他倒戈倒向美国 好像安倍或者日本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倒向美国 要么倒向中国 中国只要给他了52项经贸合同 只要来了五项成果 成果他就可以稳住他 然后日本就不会倒戈向美国 用倒戈这一词都是完全错误的 美日本就是同谋 日本是出于经贸 主要是经贸的目的 跟中国建立这个关系 因为中国是日本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而且每年到日本的游客中 中国是第一大游客来源国 每年高达700万到800多万 给日本创外汇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收入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日本出于缓解或者恢复 中日关系是经贸的意图占上风 而中共这边却有复杂的意图 除了经贸以外 还想拉住日本去对付美国 还想在南海或者东海减轻文明世界 对他的压力 或者说是在整个国际环境中 地缘政治中试图要去摆脱困境 事实上在今年初 中共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就在内部的一个外交会议上定调 说此刻是靠近日本和印度的时候了 所谓此刻就是中美贸易战 中美全面对抗升级的情况下 说紧急的要靠近日本和美国 日本和印度 因此中共首先把印度总理穆迪 4月份搞到中国去访问 然后给予最高的领域 习近平甚至到武汉全程陪同穆迪 然后中共的这些官员都纷纷出动 到日本去游说希望改善中日关系 并且5月份派李克强去出访日本 然后换来了安倍对中国的一个回访 所以这就是中共 王岐山等人的这个做法 实际上是功利主义 这个功利主义他不可能改变大局 他只能说自己委屈求全 妥协让步 然后换取日本和印度 原先跟日本在东海 在钓鱼岛有冲突 跟印度在边界有冲突 也就是说只有中方已让步 换取中印关系的一段时间的瓶颈 换取中日关系的安静 然后换来一个所谓表面上的 拉住了日本和印度 想去对付美国 其实这个完全不可能 那么这个安倍访问结束之后 回到日本是27号 就在第二天28号 安倍就热情迎接到访的印度总理穆迪 这显然是一个有心的安排 刚刚安倍去访问了中国 一回来马上迎接印度总理穆迪的到访 显示日印关系的热络 事实上安倍这里释放了两个信号 如果往前的说 那是说在亚洲两个人口大国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就是中国和印度 往深地说 就是说印太战略印太联盟不会改变 因为这个印太联盟和印太战略这个概念是日本首先提出来的 后来得到了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呼应和响应 最后成了美国牵头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构成一个广泛的战线 叫太平洋印度战线 构成这样一个战略这样一个联盟来大范围的围堵中共 就除了美国跟日本和韩国这个小北约亚洲小北约之外 除了美国跟东盟国家的合作之外 还除了俄罗斯跟越南和印度的这个铁三角的合作之外 构成了新的一道防线 但美国的防线上其实还有其他防线 第一岛链上还有重要的这个桥头堡就是台湾 民主台湾跟美国是价值同盟等等 还有其他周边的这些国家一直延伸到新加坡 所以日本首相安倍马上接待印度总理的到访 显示印太战略印太联盟 并不因为中日关系的缓解和改善而发生根本的变化 印太联盟依然往前推进 所以这都是让中共方面感到尴尬的地方 其实中共方面这次由于过于的异乡情愿 过于的剃头刀子一头热 结果还出了不少洋相 其中出了最大的洋相就是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这个主编是主编胡锡进也好 是环球时报的整体也好 他们出了个大洋相就是发表一个社评 叫做中日社会都应该重塑什么心理 互相认识 大概这么一个标题 其实这个标题上有问题 不是中日社会 对日本来说有政府有社会 那是很清楚的 对中国来说没有什么社会不社会 只有互联网打开 不被封锁 新闻自由 有司法独立 中国人民畅所欲言 表达他们应该表达的观点 那个时候谈得上中国社会 其实这个时候谈中国社会 没有什么中国社会 都是中国政府 报纸上是中国政府的声音垄断的 各种媒体 各种电台电视都是中共垄断的 司法是垄断的 教科书是垄断的 大学是垄断的 什么教育体系都是垄断的 因此只有一个声音就是中国政府的声音 所以中日之间不存在两个社会要去互相重塑的问题 而是中国政府怎么跟日本去重塑这个关系的问题 中共当局怎么去重塑 所以这个标题本来就是一个误导 就好像中共政权有一些老朋友 什么独裁者 什么叫穆加贝 或者是卡扎飞 或者是马杜洛这些独裁者来了 中共都不说是中共领导人的老朋友好朋友 说成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其实跟中国人民毫无关系 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连他们见都没见过 把他名字都说不出来 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想法 根本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但是中共当局居然就把他们加成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其实是拉大旗做虎皮 拉人民这个大旗来为他遮羞 如果是出了事 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出了事 要卡扎飞被杀了 或者是罗马尼亚的七号三十库被宰了 说是中国人民好像吃亏了 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其实是中共独裁者吃了亏了 是他们自己的老朋友 他们自己的好朋友 中国人民跟他们毫无关系 所以这次也是一样 动不动中国社会 中日两国社会 没有中国社会 就是中共当局 中国这个国家就是民不自有国 国不自有民 这个完全被强行代表了 中国人民中国社会被中国共产党强行代表了 中国社会中国人民没有发言权 十三亿人没有一张选票 这就是严酷的事实 所以这个环球时报还不在标题 他出了最大的错在他的内容 其中用了一句话 说只要中日两国在共存共荣的大原则下 就能够合而不同 结果引起了网民的群起的炮轰 这些网民不只是自由派的网民 包括了左派的网民 毛左派的网民 包括了亲共的这些网民 甚至包括了五毛党自干部 都群起共治 为什么 因为共存共荣是汪精卫的话 是当时日本侵略中国 占领中国 当时这个跟日本倾散的一个政府 当时有几个政府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毛泽东的延安的共产党政府 还有在南京的汪精卫政府 还有在东北的普尼的满洲政府 四个政府 各有所依靠对外国 汪精卫是跟日本占领当局合作 被蒋介石就是被国民政府定义为汉奸 被从南京撤走 撤到重庆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定义为汉奸 就是说两个都叫国民政府 但是蒋介石和重庆政府不承认 这个被日本人所扶持的南京政府 就汪精卫政府 称为汉奸 后来共产党也不得不跟随国民党的定义 把汪精卫的政府称为汉奸政府 把汪精卫称为汉奸 而汪精卫的著名的口号就是 就是这四个词 总共是应该是八个字 叫共存共荣反共建国 所以环球时报中的共存共荣就是汪精卫的原话 在日本叫大东亚共荣圈 而汪精卫政府响应呼应这个口号叫共存共荣 因此是这样一个口号 所以这次环球时报用出来之后舆论大化 所以环球时报可以说是通了马蜂 惹了大祸 事实上环球时报说老实话 这篇社评很可能是出自总编胡锡进之手 事实上是说了真话 因为他又说了两个真话 一个在把中共跟汪精卫政府拉在一起的时候 历史上就是如此 实际上在历史上 毛泽东在当时国共合作时期 20年代国共合作 孙中山接受苏联援助 当时孙中山病急乱投医 一头投向苏联俄罗斯 这个苏联就给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 提供援助 建立黄埔军校建立援助 而且提出联额容共 孙中山的主则 所以那个时候就国共合作 共产党很小 国民党已经很大 就把共产党融进来 融到国民党里面 一起来建立黄埔军校 建立广州军政府 结果共产党融进来之后 像毛泽东周围来都进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 毛泽东担任的是什么呢 开始担任的就是汪精卫的秘书 汪精卫是国民党里面可以说数一数二的人物 地位跟当时跟蒋介石 胡汉民 廖仲凯可以说是并驾齐驱 而且高于他们 仅次于孙中山 所以孙中山去世之后 这个遗嘱是交给汪精卫 就是汪兆明 汪精卫当先 所以孙中山之后呢 继承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是汪精卫 而蒋介石后来是北伐军总司令和黄埔军校校长 说蒋介石的地位是低于汪精卫 汪精卫是政治地位 蒋介石是军事地位 所以这个汪精卫 这个毛泽东当了汪精卫的秘书 当了之后呢 这个后来汪精卫推荐 毛泽东就代理了 汪精卫在高升之后呢 就毛泽东代理了一个部长职务 叫做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职务 毛泽东是代理部长 这是汪精卫的推荐 所以毛泽东在一早就把汪精卫当成恩师 一直称汪精卫是他的恩师 汪精卫对他也是提一些有加 因此到了后来各派势力分道扬镳 各走各的毛泽东的共产党去投靠苏联 汪精卫去投靠日本 而蒋介石背后有英美民主世界文明国家为背书 在抗日战争时期 二战时期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拉锯 还有当然东北有日本所扶持的满洲国 普尼的满洲国满清的一个遗嘱 最后一个皇帝所延续的一个满洲国 那么在这样的态势下 毛泽东对汪精卫是念念不忘 本身就要连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政策 就是要联络日本人联合汪精卫 来共同的去对付蒋介石 对付这个国民政府 所以毛泽东公开提出爱什么国 说不要爱国 难道你爱蒋介石的国吗 说要让日军占地越多越好 这样蒋介石的范围才越小越好 所以当时毛泽东就跟汪精卫想取得联络 就派了一个人 当时他们的情报工作是单线 一对一的联系 毛泽东派了一个叫潘汉年的 他非常信德国的心腹 这个共产党的特工高级特工 潘汉年地下工作者去联络汪精卫 潘汉年就在1942年 在汪精卫政府的也是高级特工情报首脑 理事群的引荐下 会见了汪精卫 传达了毛泽东跟汪精卫政府合作 对付蒋介石的这么一个意图 这个是事关秘密 事实上本身只有毛泽东和潘汉年所知道 结果后来各种势力演变之后 美国击败日本 日本退出中国 苏联又竟然干预了一把等等 各种复杂的事情演变之后 蒋介石退守台湾 共产党取得天下 在大陆 这个时候 中共内部发生了很多变化 在1955年的时候 中共发起高级干部要说出自己的问题 结果就有人揭发说 潘汉年曾经跟汪精汪魏政府联络 跟汪精卫见面 这个潘汉年就非常紧张 觉得这件事只有毛泽东知道 其他人揭发怎么办 这个潘汉年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潘汉年当时已经当了上海市的副市长 而且是第二把手 上海市市长是陈毅 中共的元帅陈毅 这个潘汉年是副市长第二把手 结果潘汉年就忘记了 毛泽东给他说的单线联系这个原则 他就找陈毅去说 这个非常惶恐 对陈毅说了往事 毛泽东派他去联络汪精卫这个事情 结果陈毅就叫他不要紧张 说既然毛主席知道 我去跟你说 这个陈毅就连夜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汇报了潘汉年的恐惧心理或者说担忧 结果毛泽东不仅没有保护潘汉年 立即下令逮捕潘汉年 然后周恩来紧急跟着下令 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判处无期徒刑 不杀但判处无期徒刑就不要杀死 判处无期徒刑就是永远放在监狱灭口 所以潘汉年就被投入大牢 潘汉年犯的错误就在于 如果他不说恐怕没事 他说了之后等于说 毛泽东跟他单线联系所做的事情 被陈毅所知道了 后来也被周恩来所知道了 更多人知道了 毛泽东下不了台 觉得过去的事情过去了 毛泽东怕自己担上一个汉奸的罪名 当时的很多事情败露 所以要杀人灭口 所以本来他想杀掉潘汉年 大概是周恩来等人从中阻止 才来了一个不杀判处无期徒刑 这么一个结论 这个潘汉年几个投入大牢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 为党国共产党篱下骇马功劳的 这么一个人被投入大牢 一关就关了几十年 一直关的牢说是在77年死在狱中 那个时候毛泽东都已经死了 毛泽东死之后潘汉年死在狱中 直到后来文革结束 华国锋 邓小平这些掌权 给潘汉年平反 但平反了已经没有用 人都死了 据说潘汉年关在狱中 被关封掉了 所以这个往事就证明 毛泽东跟汪精卫的关系 也证明了延安的共产党 跟汪魏政府的关系 跟日军的关系 这是铁证之一 所以《环球时报》说出共存共荣的这句话 实际上暗示了一层历史的真相 就是当年的八年抗战 就跟毛泽东所说的 叫日本不要道歉 说我们感谢你们 没有你们的到来 没有我们的共产党的今天 也就没有今天的会谈 甚至给日本首相田仲角这么讲 而《环球时报》在说共存共荣这个大原词的时候 还暗示了另一个意思 就是汪精卫的后面两个词还没用上 汪精卫说的是共存共荣 反共建国 那《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在这里买了一个伏笔 共存共荣之后呢 反共建国 这有可能证明了 有可能是胡锡进在暗示 他实际上骨子里是反共的 他是身在朝银 心在汉 因为后面四个字没出来而已 说半句话 往往在中国的政治很复杂 在这个政治里面说半句话都有深意 就让人们去体会下半句话 而只有外行看着到内行看门道 所以看到这些网民群体愤慨 甚至包括五毛党 自干五 左派 毛左派 亲共人士都很愤慨 不仅是自由派很愤慨 都骂环球的时候骂胡锡进是汉奸 但是不知道胡锡进恐怕来了一个真正的高级黑 一方面揭示了当年毛泽东跟汪精卫的特殊关系 师徒关系和这种在抗战中勾结卖国 勾结推翻国民政府 这么一个跟日军汪魏勾结推翻国民政府的一个卖国铁证 汉奸行径 另外一方面暗示接下来要干什么 中日友好就要反共建国 大概这个是胡锡进的意思 或者是极可能是他的意思 所以原来我们提到胡锡进的时候都说 网友总结说了四个状态 没吃药 吃药了 药吃多了 吃错药了 这次胡锡进处于什么状态 出现了这么一句著名的话 中日关系要在共存共荣的大原则下 我想他恰恰处于第一阶段 是他最好的阶段 叫没吃药 没吃药的情况下 胡锡进是一个正常人 说了正常话 用共存共荣四个字 暗示了共产党跟日军和汪魏的勾结 然后又在后面埋伏了汪精卫的下半句话 反共建国 所以这次胡锡进这个总编 要给他一点信用 给他一点分数 给他一点分 在他四个精神状态中处于没吃药的精神状态 因此才能够说出这样的大实话 寓意生长 往后延伸 隐喻了历史的真相 往前延伸 隐喻了中国社会 中国人民面临的任务 就是反共建国 所以他既不是吃了药 也不是吃多了药 也没有吃错药 而是没吃药 像常人一样 说了常人心态的话 如此而已 这是我的解读 大家也可以去讨论和解读 好 节目讲到这里 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每到周末的时候 我有其他一些在公共平台上的节目 放在另外一个频道 叫陈破空风云剧场 所以周末的时候 在其他公共平台的节目 都会在那里看得到 提醒大家一下 另外呢 关于我的会员网站 陈破空会员网站 在每一次这个陈破空中论天下的节目的 节目的这个标题的下面 描述栏中 都有这个 列出来这个网站的网址 请破空vip.com c-n-p-o-k-o-n-g-vip.com 都在每次节目的标题下 都能够找得到 因为还有这个观众听众网友来信询问 所以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订阅 继续欢迎大家订阅我的会员网站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祝各位周末愉快